进去然后分流分流出所有的智慧的路马路就全部淹了 从小就住在老藤里社区 杨湘珍有记忆以来 再没有比三年前的莫拉克风灾更恐怖的回忆 老藤里位在牛筹西和嘉义市北牌汇流口 2009年莫拉克风灾时 西南汽流引起的超大豪雨再加上满潮 汽水瞬间暴涨一堤 从北牌堤防缺口流出 大水淹了两层楼高 损失相当惨重 积水就是一直到窗户高 有没有那窗户是被剪掉抱小孩的 就一直没有恢复 住户也不敢住搬走了 屋子人去楼空 剑破的窗口还在 仿佛提醒着所有人 饿水无情 莫拉克风灾几乎淹没整个村庄的惨痛经验 让居民意识到 当大灾难来临 降低灾害的最好方法 还是要依靠自助和护主 传统的灾害 基本上是72小时内 叫黄金时间 所以72小时内 其实很多的部分要靠社区 为什么 在24小时 政府是不会来的 一定要自助 然后共救 然后才达到他救 所以自助跟共救的部分 社区非常非常重要 防灾守护队 防灾守护队 受伴参长 台湾已经开鼓影响 驾驭地区 请大家进行准备 助金任务 并上办公室 一二 2012年 老藤里社区 在公部门和云林科技大学的协助下 以在地居民为组员 成立了防汛守护队 希望借由互助 让防灾意识 升值社区民众心中 整个风雨来的时候 市府这些救灾人员 第一线人员 在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 因为面广 没办法及时到达 这边来救援的时候 透过社区自主防灾的力量 透过居民自己的自主的作用 在事前 他可以先自己寻查 自己环境的一些比较危险的点 然后去检查 看有没有有危安的地方 跟我们这一个守护队 还有很大的关系是哪里 就是牛轴溪上游的雨量 那跟我们有关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华星桥 一般华星桥 如果说你看 那时候华星桥曾经有发布怎么样 二级警戒的时候 经过多次实地演练和操作 一年后老藤里从全台99个社区里脱颖而出 获得全国水患自主防灾特优社区 荣誉感融入了团队的默契 更重要的是 防训队发挥了实质上的功效 在今年先后的两次台风派上用场 以这次来讲的话就是超过50公分的住户 淹水才两户 我们当天的救助队在这边都是在这边很辛苦的 在这边守护家园 那在桥梁那边都观测到整个水面已经淹过那一个25公尺的标示 指标牌的那个水位了 那假使没有整个这个北牌的工程来讲的话 那可能我们的居民那边淹水会相当的严重 利用整治工程让北牌排水方向 顺着牛愁吸云来的水位 硬体上已经替老藤里做了第一道屏障 而防训守护队更展现了社区的防灾动员能力 相较于莫拉克风灾的灾情 这次康瑞在嘉义地区的豪雨城灾 却未在老藤里造成太大灾情 这次暴雨考验中老藤里顺利过关 莫拉克之后大家的意识就提高了 也很互相反而就是以前邻居可能打打招呼 打打招呼可是从莫拉克那时候 大家感情都很好 我们都说家园不是只有我们的 是大家的 对老藤里社区来说 一个灾害发生时迅速应变的社区 是原本努力的方向 但是在共同的目标下 不仅强化了社区防灾能力 同时也找回了社区的凝聚力 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 我们正处在一个日益恶化的环境中 在下一次灾难来临前 我们该思考的除了治理的思维和手段以外 也许还必须有共存与共生的自然哲学 因为美国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一次见 我们下一次受获病 电视频要提到 我们下一次 打打了一任 我的妈妈 是我们下一次 再次רא得低 我们下一次 每次留步 我知道 我们下一次 就怎么开始 打转地 又下一次 现在 这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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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